穿着海军制服的可爱小小礼兵 在磐石军舰以及海军陆战队仪队 和官士兵面前操枪 向海军致敬相当吸睛 今天是海军的活动 所以我穿海军 他从小就非常崇拜三军仪队 然后今天刚好知道 就是敦牧支队会在基隆岛这边停靠 所以我们特别就是 带他穿海军仪队的衣服来参观 受到疫情影响 睽違近三年海军112年 敦牧远航训练支队 那边游弹补给舰磐石军舰 康定级飞弹巡防舰 陈德军舰 以及陈弓级飞弹巡防舰 班超军舰等三艘舰艇 3月19以及20号两天 再到基隆岛开放参观 第一天就吸引爆满的民众排队参观 每年多目支队的主要任务 是以海上航行实物 印证军事院校印界毕业生 4年所学理论 培养未来海军干部的军事素养 并利用访问邦交国家 来宣扬国威及宣卫侨胞 此外 长时间的海上航程验证舰队的远洋作战能力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立委 蔡世印邱成远 以及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和基隆市议员们 清安公主委佟佟永和基隆港务分公司等贵宾 都受邀观礼 并且对海军士官兵们致敬 更希望国人一起支持国军 今年海军共纳编三艘新一代的兵力 分别是盘石舰 班超舰 陈德舰 共同组成112年敦牧远航训练支队 巡回国内各大港口 国防安全 需要国人关怀与支持 海军官兵始终秉持 中意军风 不分昼夜寒暑 执行海江群艺护渝 救难以及外岛补给等 海防安全之任务 近年更致力于新一代兵力整舰 及武器装备现代化的目标 大幅提升海军制海作战能力 有效屏障台海安全 我们可以看得到外面人山人海的观众 民众们 对于我们这一次的 督目掩阳支队的三招军舰的开放 登舰参观 充满了许多的期待 这也代表着国人对我们海军的支持 那最近这几年 蔡总统之下 我们推动了很多国军的军事事务革新 那我相信对于民众来讲 这是对于台湾国防战力提升 一个安全保障的信任 来感谢这些所有在前线 为我们努力保家卫国的海军弟兄之外 也要让我们的所有的全体国民 了解我们这次所有军备 还有我们近期在推动全民国防的相关成果 要一个最完善的状态来呈现给国人 这次的敦目舰队巡回 不只停办三年后的首次巡回 对基隆来说 更是四港再生的重要里程碑 军港西签的工程已经接近收尾 舰队也首次停靠东岸码头的惯例 改为西岸码头 未来基隆港的军用港区将不再分隔两地 军事上商业上在港区的使用都更有效率 作为民意代表 一定要做国军的后盾 支持国防产业的发展 也带头捍卫国家主权 军民一心才能创造民主和平繁荣的尊严台湾 市长谢国良和议长同志伟 也分别制赠加财金给敦牧远航训练支队 为官士兵们加油打气 不少民众看到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也希望合影留念 市长也展现亲和力来者不拒 而在海军人员引导下 议长议员和立委等人也到军舰上面参观 了解海军现役武器装备 国家先进科技 以及台湾精品 国防自主 人文艺术和观光发展等成果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